我先睡了 多久你没坐了 该坐一次了吧 算了吧 睡吧 明天早上我还有事呢 你十点睡吧 太怕 完了 这是什么呀 你不累呀 怎么了 亭里明天早上要测验 他那圈子我放哪儿去了 你下来 下来 是不是落在办公室了呀 我找找去 你等等 我睡了啊 我睡了 王小天 谢谢 我听说 喂 你过来吧 我们去哪儿啊 去吃饭 那我们吃什么 西餐 下午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说他餐厅寄了好的牛肉 我不想吃西餐 又是刀又是差的 麻烦死了 还要注意什么仪态啊 仪表啊 我真的不习惯的 要不咱们吃别的吧 那你说 吃什么 嗯 我想吃火锅 我想吃好吃的四川的火锅 火锅呢 火锅嘛 火锅嘛 喂 真香哎 就是这个味道 看着很不错啊 哎呦 宋先生 您好 哎 您好 唐老板特地嘱咐说 要好好招待您 好好 您跟唐老板是好朋友吧 是啊 他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 亲自安排了这些 好 谢谢 谢谢 这家店是唐老板最早的一家店 也是口碑最好的一家 我们这儿的鱼冻很有名的 行 那就来一份吧 哎 好 来份鱼冻啊 哎 宋先生 您要不要尝尝我们这儿的豆浆 手工做的很好的 外面喝不到的呢 啊 你忙你的吧 我看外面吃得挺好的 嗨 这天天排队的 哪有不好的呀 让他们候着吧 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啊 啊 这 哎 你们吃 你们吃 我 我还有事吗 哎 不好意思 不打扰你们啊 你们吃 你们吃 快快快快 这不啰嗦吗 来 吃吧 你瞎这儿啊 嗯 这个我不老 我嘞 猪脑子一定要煮熟啊 嗯 要不然会有桃虫呢 奇了怪了 那女孩子 那怎么会 爱吃这种残忍的东西呢 老土 就你闻名啊 这个多好吃啊 你看 它呢 会有豆腐一样的年华的 你看 那你是吃它呢 还是想吃豆腐啊 你要想吃豆腐 直接下豆腐啊 好 哎哟 像你这种单向思维的人 是体会不到 这种复杂的快乐的 没啥 哎 我问你 嗯 那些抽烟的人 他们为什么喜欢抽烟呢 他们究竟是喜欢烟头飘出的烟 还是喜欢里头的尼古丁 那如果明知道尼古丁有害 那为什么还抽呢 如果仅仅是喜欢烟 那你干脆拿个棍杖火上烤一烤 会也出烟吗 所以啊 他们享受的既是烟头飘浮的烟 又是尼古丁的瘾 这就是我的脑子 花既要有豆腐的味道 又要有肉香 两者呢 切衣不渴 至于掏虫嘛 可以忽略不见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你先回去 回头我们再联系 这给你拿着 去买点衣服 别再跟你姐姐已经换着穿了 我喜欢你穿得漂漂亮亮的 你怎么这样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当你是我的女人 我有义务让你过得好 你知道吗 你是我的 我很尊重你 这 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